學一年多 那你自己第一天上課的心情你還記得嗎? 很興奮 所以你是做什麼嗎? 秒數到對的時候要看他的茶類 請用茶 我都把我們孩子教得很好 要感謝這兩位老師 茶道課程不是光劇我發財 趙老師他會介紹茶的來源 要怎麼泡 那個水要怎麼樣來弄 那個態度 坐姿要怎麼樣 如何來倒茶 這都是一個過程 透過簡單的動作來教孩子 在生活禮儀裡面 該注意的有哪些的行為 那這個俊宏 他是一年級我看到六年級 他今年六年級是我們的小小茶師 很期待各位一起來參與我們的2019 愛你99的活動 這個活動裡面的重要的靈魂人物 就是我們的大家長 我們的理事長 那我們要一起來 我們理事長 來跟我們說幾句 每年的固定的會會的收入 大致上都30百萬 而每年固定的支出都超過1500萬 這個協會要當選 理事長是舉手就當選 我也是舉手就當選 所以我連續兩任這樣子 到明年4月要接任 要卸任 還有我們陳武華女士長 預計要接任 我不是舉手 但是我是點頭 因為我覺得16年來 我們行動菩薩 所有做的善行意識 通通在我的眼裡頭 只要地球還在轉 我覺得我們的理事長 應該都會一棒接一棒 偏向的小孩子們 有一群大科科大姐姐們 永遠伸著手 永遠牽著大家的手 謝謝大家 謝謝